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今年1到4月 全国完成水利投资3026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9% 新开工 河北楼梨水库 黄河宁下段治理 湖南 梅山灌区等20项重大水利工程 比去年同期多6项 同时 南水北调 中线 尹江 武汉 淮河 入海水道二期 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一批再建重大水利工程 加快实施 今年以来 全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推进 取得积极进展 尹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 工程全长约194.7公里 联通长江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两大战略水源 目前在湖北丹江口 尹江补汉工程 输水总干线出口段施工现场 隧洞内双臂凿岩台车正在对岩石进行打孔钻岩向前绝境 当前阶段采用的都是钻爆发施工 截至目前 主隧洞绝境已突破1.7公里 沿线25条施工之洞已实现15条静动施工 直动绝境累计超过7.4公里 浙江省开化水库工程地处前唐江源头 是国家重点推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工程首次将流域生态修复 纳入水库建设任务 目前工程已全面进入混凝土施工高峰期 大坝混凝土面板 翼红道 输水碎洞等多个工作面同步推进 全力抢抓工期 正在进行施工的混凝土面板工程 在面临今年雨水较多 施工时段较少的情况下 通过增加资源投入 24小时人停 机不停等相关措施 确保了按照原计划5月中行完成相关工程节点 力保开化水库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下闸蓄水工作 作为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 淮河入海水稻二期建成后 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 眼下正值防汛备训重要时期 连日来 淮河入海水稻二期工程 延城段陶维河闸站正加快建设 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排涝设施建设和维护短板 目前已完成水下施工任务的95% 确保本月底完成水下土建工程 提防填柱至原低顶高层 具备挡红条件 这两天在江西省颇阳湖康山续制红区项目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抢抓情好天气 进行分红炸底板混凝土胶筑 历称本月底完成胶筑任务 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 颇阳湖区及长江两岸的防洪能力 为了赶在主星期来临之前 完成这个工程增强这个蓄水能力 我们在人员和机械设备上增加了一倍的力量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国家一万亿元增发国债中超过一半用于防洪排涝等相关水利设施建设 重点支持地方水毁工程修复及灌区建设等多个水利工程项目 目前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已实施5870个 受2023年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影响 经经济三地 河道 灌区 蓄制洪区等防洪工程设施毁损严重 其中天津市利用国债资金进行的灾后恢复重建工程 共计42项 涉及防洪排涝 城市排水 灌区改造等领域 目前已全部开工 这几天 东电和文安洪续制洪区修复工程正进行筑堤前的清机清表等土方作业 预计6月初陆续开始堤防填柱施工 到明年训前将完成主要堤防填柱任务 工程按照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实质改造 重点对千里堤 紫崖河 大清河 中庭河等100公里河道实施堤防加高加固 对大清河15.3公里河道进行清淤整治等 目前东北春耕已全面展开 水利部门利用增发国债项目加紧建设农田水利工程 为今年粮食生产夯实基础 辽宁沈阳混浦灌区加快建设 安排国债资金3.41亿元已完成70% 工程建成后将改善灌溉面积50多万亩 预计新增粮食产能2000多万公斤 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实施方面 已实施5870个项目 完成投资1060亿元 其中大军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 927项 完成投资175亿元